睡觉了 睡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一个哥哥 我有一个亲戚生病了 我今晚不回去了 别担心我哦 丧志 我在电影院门口 你到了吗 睡不着啊 是不是因为语音没听完啊 嘉许哥 你干嘛装睡啊 我只是没说话 装睡 那就是装睡 还偷听别人说话 偷听 是谁把语音放出来的 小小年纪还学会碰瓷吗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睡了 晚安 睡得着 睡不着也该睡了 来 陪哥哥聊聊天 聊什么 你继续把那语音放完 让哥哥看看 是谁想约我们小丧志看电影 你又不认识 你说了我就认识了呀 我帮你把把关 看看电影有什么好把关的 这不是怕你年纪小被人骗了吗 你要说的话 得说一整晚呢 好多好多 呦 我们小丧志 这么受欢迎呢 嗯 嗯 长得好看吗 不 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佳雪哥 您看看 这个点已经是你们这个年龄 该睡觉的时候了 你不要老是想亏太我们 年轻人的生活 我们年轻人的世界你不懂 跟你说了你也挺不明白的 好 可我可不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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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